許多公園都像是這樣子的遊樂器材 很多大人帶小朋友來到這邊游棄 但有一名高中少年被家長控訴說 來到這邊玩的時候 經常早上是國小男童 而且過程當中多次碰觸對方的下體 事發地點就在北市社會住宅 公共遊戲區 小朋友最喜歡的天地 而被控少年 經常以大哥哥的角色和小學生玩在一起 但卻趁機碰觸 甚至帶到公廁或是少年住家猥褻 有男童家長發現後 曾經上前詢問少年 碰觸過多少人多少次 少年坦誠不止一人 但不願多說 根據北市議員掌握資訊 至少有13名國小男童被摸過 其中6名家長提告 該市安全的社會宅 如今怎麼變成了社會安全網的大破口 都發局也就是房東的一個角色 他居然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完全不知道在你的房子裡面 已經有這麼多起的犯罪行為 所以他沒有辦法及時的提出解約 讓這個有問題的住客 請他離開 我想這個部分的確是在通報上有問題 社會局這邊還是要跟都發局 做很像的聯繫 就通報 這個社會局的社福中心 是否坦誠橫向溝通有漏洞 少年則因為案件違反社宅同住家人規約 遭到都發局提前終止合約 一家人只能住到今年年底 就得搬家 三線圈貫通稍賬太不道 就算了 很少 我一直就能住在家中心裡